好啦,又在未來跟大家玩玩玩玩具的這個環節 今期未來想跟大家玩的,都出了很多年 印象中未來以前第一次買的時候是2002年 時格至今的話,差不多20年 他就是海洋堂出的飽粗樂隊友 裡面的主角黑怒舌宜世 說起爆粗兵友,這個故事是說什麼呢? 就是說一個弱雞男,至於什麼叫弱雞呢? 大家可以八道或者Google查一查 在化妝上了舞台之後,就會變成一個很窮東西的狂人 專門唱粗口歌或者Kitty-Kitty-Kitty的一個樂隊主唱 所以才叫爆粗兵友 老實說,這隻是死貨來的,M年前是死貨來的 以前我在香港,50港幣也見過有的 但那時候我沒有什麼唯意 那時候是100元打包三隻買的 後期送了給朋友 到現在講我了 到我不知為什麼最近抽了一條筋,想買回來的時候 這隻的價值居然是... 怎麼說呢? 約升度很大 我入手這隻,連了稅和運費差不多60元美金 我覺得真是貴得誇張 那但是,究竟這隻的價值還是不值呢? 我們來看看 開了盒子就看到這些 這個有以前的宣傳單張有一套叫...偶像大師 好像是叫... 我沒記錯,好像是叫偶像大師 因為我沒什麼研究這個系列 那後面這枝架的配件我就不同大家開了 大家知道什麼好事就行了 那就是盒子的正面 盒子的正面呢 現在就看到有這個 類似一把吉他 應該是吉他,不是類似的 那就是有黑露薩的本體 然後就是它的頭 還有一件披風 可以說它是靈魂之一 就是這件披風 那就... 先把這些配件大部分都塞出來 那不開了這些配件我就不同大家分享了 那就... 來看看這隻東西 究竟造成怎樣 先來玩一玩這件披風 披風方面它是用了兩個球型 加一個三個球型做一件披風 那...現在看起來很良心 不過呢 如果給我選擇 我寧願它出一塊球型 拉一塊布會漂亮很多 那就可以看到其實... 以前的上色是很漂亮的 因為它好像那些電到漫粉效果 以前的話 剛剛的上色是大概一塊水定假 因為它是... 藥膜是... 兩千日元左右 那... 那... 現在看起來其實很良心 真的 頭部... 黃色是用了一些閃粉黃 是很閃亮亮的效果的 那就是身上的細節 那就是身上的細節 那就是... 把這隻東西放回現在看起來很良心的 那這個手呢... 這個有... 這個有球型的 但是它也有一種是... 類似... 這一種直插的 那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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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看看那種... 手的那種... 就是這樣... 兩邊一樣的... 那... 腳的可動... 就是它有的可動基本上都有 沒有的可動也不會多的 就是這樣... 可以這樣說... 就是... 想當年都可以... 已經可以放到這種姿勢 我覺得已經是... 很... 誇張... 可動高德 那... 它的披風的... 接口位就是這樣的 就是... 插後面這裡 插了之後大概是這樣 那... 那... 畫多畫少是有一定的防礙可動的 但是... 你說它... 做得好不好呢 就見仁見智 我覺得是... OK的 那... 那... 遲些會有閒線情況下 我會追回三隻 就是另外兩隻都會買到它 那...我們來看看... 它二節點... 這件結他... 結他現在上色看起來很差的 那... 基本上沒有太大的問題 那... 它有一個替換頭 我覺得... 剎字是很出色的 那... 那... 它同時也有出過一隻... 限定版就是... 整個樣子是紅色的 那一隻我亦都想買的 但是... 現在已經找不到有的 所以... 那一隻就除完了 好了... 基本上就是這樣了 好了... 下期的視頻... 再跟大家玩更多玩具吧 拜拜... 你會不會讓我... 就...